大概根據人介紹一下 你的陳情理所 參訪自來水廠李梅珍說 高雄要成立自來水事業處 讓學校醫院喝好水 那首先要推動就是 在學校一校一機 然後醫院一機 我們現在就要了解整個狀況 所以在這經費上 還沒有談到這麼細說 要怎麼樣來改善 好處政策構想 試探水溫 要發展藍母酒業 讓高雄成為亞洲的藍母酒鄉 李梅珍現在轉手圍攻 要把高雄打造成好水城市 也要晉升酒香端出牛肉 就是不想繼續被貼上 梅政劍的標籤 至於競爭對手陳其邁 拉票也不輸人 比較擔心的是說 因為他選情 隨著選舉 似乎還是比較冷一點 那我們希望說 能夠把投票率能夠拉高 民調領先 還是要衝高投票率 陳其邁不敢大意 當然也不放過李梅珍 再把李梅珍的論文門搬上檯面 他說這是同學之間這個資料嘛 那我想大家會比較好奇 那個同學到底是誰 論文的事情已經說過了 把我們的那個政策跟理念 趕快跟高雄市民報告 才是最重要的 他已經有一種破釜成熟跟豁出去的決心了 讓我們面對的對手 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不管怎麼樣 我就要投票投幾次 投兩次投三次 我要投到贏 大酸陳其邁輸了 還回頭硬要選 藍營的主席派 來護航李梅珍拉抬伸勢 畢竟黨內設下三成選票防線 如果沒達政 主席大衛恐怕不保 也將牽動藍綠版圖 局勢變化 環運新聞林季祥 林薇凱 伊莉婷 台北高雄報導